7月12日,奥林匹克官网发布消息宣布 中国钢琴演奏家朗朗,中国歌手王一博 横元祥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中伟 以及安踏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将作为奥运火炬手 参与7月14日和15日两天的2024年巴黎奥运会火炬传递 7月13日,微博平台上不少机场路透视频显示 26岁的歌手王一博已身穿运动服 从上海出发前往巴黎 为其将于法国时间14号22时49分开始的传递火炬工作做准备 引发热烈关注 王一博任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推广大使 图奥林匹克官网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日 当天奥运火炬在法国首都巴黎传递的第一人 将是法国足球传奇巨星迪埃里亨利 朗朗,陈中伟和王一博也都将在7月14日亮相参与传递 根据奥林匹克官网 当天,朗朗将在14时45分率先接棒 陈中伟被安排在21时30分登场 王一博则将在22时49分接棒开始传递火炬 丁世忠则将在15日亮相奥运会火炬传递 他的传递开始时间是当天16时41分 值得注意的是,每位火炬手传递的距离都是200米 前进的平均时速为4公里